Mapreduce的整个体系非常庞大,我是找到一条比较合适的线,让你慢慢去接触它 我们还有好多位置的谜,要一步步解开,那我们继续来 昨天我们写的word count,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Mapreduce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只考虑,注意,你如果只考虑数据处理的逻辑的话,你撇开 那些什么分布式这种概念,你只考虑数据处理逻辑的话,那么Mapreduce它只是一个编程 模型,它就不是个框架了 它是个编程模型,这个模型里面它是干嘛呢,它就是反正你的数据处理分为一个Map阶段和一个什么 Reduce阶段,Map阶段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把原始输入数据 把它转成什么 转这些kv 我可能会转成大量的kv出来 其实你别考虑什么分布式的话,就很简单了 k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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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个什么 1 单词1 单词1 tomo1 tomo1 什么 Jack1 然后什么Jack1 然后什么Hello Tomo1 就是这么一些玩意 好 然后接下来你的运算逻辑又会干嘛呢 他会把这些数据 key相同的 就是key相同的会干嘛 作为 作为一组 作为一组 其实编程模型,超简单 就把它们做key相同的作为一组,那这边就有一组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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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吧 把它们作为一组 是不是 当然,还有另外的 还有 Tomo1 Tomo1 稍等一下 继续 看着 Tomo1 Tomo1 还有一个 Tomo1 我怎么傻 Tom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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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又会作为 一组 又会作为一组 Tom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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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组就不画了 还有什么 还有个Jack1 还有Jack1 画一下吧 就一个好像 突然某人间发现他就一个 有两个 有两个是吧 两个 有两个 两个还好了 价格一 价格一 就这么个玩意 就把这个数据按照P相同就分为了好几组 然后 这个变成模型是怎么做的 接着把这些 一组一组的数据 一组一组的去reduce 是否每一组reduce一次 当然这个reduce的逻辑是什么 是不是看你的 反正他一组reduce一次 就是说我把它写成中文的话 就是一组聚合 运算一次 对不对 每组 聚合运算一次 是不是走啊 那这一组呢 是不是也在作为一组聚合运算一次 这一组也是作为一组聚合运算一次 所以map又是变成模型 你不考虑那个分布式的实现的话 是不是很简单的 map就是把你的数据拿过来 反正变成一些 reduce就是把那些reduce里面 key相同的一组一组的去 聚合一次 现在明白了吧 就那么回事啊 我们的word count是不是就这么实现了 我们就把那个数据读进栏 一行一行的文 一行一行的句子读进栏 按照空格 把它们切成几个单词 然后把每个单词形成一个单词一这样的key 就是map阶段就完了 reduce阶段就把单词相同的数据作为一组 聚合我的聚合逻辑就是把 那组里面的那些v全部 累加在一起吧 是不是这样就完了 然后mapreduce就这样 这是mapreduce的编程模型 编程模型其实不代表是我们那个mapreduce框架 其实mapreduce这个编程模型就是一种典型的 数据运算的逻辑 我们将来的spark里面 还有hadoop的mapreduce 都是对这个编程模型的一种 实现 行吗 这些是不是具体的程序 这些程序 什么spark程序 什么hadoop的mapreduce程序 全是对 都是对 上述 mapsreduce mapsreduce 你知道呀 spark里面也有的 也有mapreduce 这个也有 也就是他这个 一样的 我跟你说 思想是一样的 只是在具体实现上不一样而已 好 这个地方 听明白了吗 那以后你要去 写程序 写一个mapreduce程序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考虑什么就可以了 在写业务逻辑的时候 你只要考虑这个变成模型就可以了吧 这个框架 是不是已经帮你把实现上的一些东西 全部已经封闭 封装起来了 你就直接考虑这个模型 你要实现一个业务逻辑 你就想着我map那边产生些什么kvalue 然后将来相同的key就会被作为一组 通过你的reduce方法聚合一次吧 你只只要想这个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好 OK 这是对这个mapreduce编程模型的 再解释 再解释 这个图以后多去看好吗 多去看 这是 map mapreduce 编程模型 和mapreduce 模型 实现 程序之间的 有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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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